哈喽各位好,我是老桑鼠 今天吃加了大葱的日式秦子冬 其实我更想叫它葱香滑蛋鸡腿饭 嫩滑的鸡蛋包裹着同样嫩滑的鸡腿肉 吸饱了酱油和味淋汁 配着葱香那真是无敌好吃了 200克鸡腿,加一勺酱油,两勺味淋 切半根大葱,一起腌制半小时 这个大葱绝对是灵魂,可以给鸡腿肉提味 半个洋葱切丝,再来三个鸡蛋 这道菜的材料就是这么简单 起锅烧油,先给洋葱焖烧一下 用洋葱自己的水分循环烹饪 这样做的洋葱更鲜甜 你可以试一下做对比哦 等洋葱变软,起胶边之后 就可以下鸡肉和大葱了 洋葱汤汁一起下进去 加盖儿焖5分钟 所有食材的味道会开始融合 然后倒入蛋液,加盖儿焖到蛋液成熟即可 出锅前别忘了再加酱油和味淋调味 盛上一碗白米饭 把鸡腿鸡蛋盖在饭上 葱香满亲自冬,完成 这道盖饭主要突出一个嫩滑 所以重点在于火候 要让鸡腿肉保持在刚刚熟透的阶段 鸡蛋里还吸满了酱油味淋的汤汁 配着浓郁的葱香 一口下去进食胜利的满足感 你一定得试一试 我是老汤叔 别忘了点下关注 定期更新我的拿手好菜 那就下期再见咯